帮毛巾 我在回来家里帮忙的时候 发现这个那当时的毛巾环境状况是非常的恶劣的 所以我在想说要拉大竞争空间的话 一定要走破坏式的创新 于是呢我想到如何把毛巾包装的更有创意 还有毛巾的材质它是像什么样子 但我们发现说蛋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以丰富的毛巾制造经验 自行研发出各色蛋糕毛巾 来到这里就好像来到蛋糕店一样 让人感觉幸福温馨 我们发表的是最治疗环保的毛巾 还有独特创意造型的各种毛巾 从精致的产品出发 用创意打响新龙毛巾品牌的名号 并且成立观光工厂 将制作毛巾的点滴心情 分享给来到这里的民众 运用新时代的创意 新龙毛巾一针一线 织出传统产业一片宽阔的蓝天 请不吝点赞 鲜 着